房东先生 您可真是用心良苦 不是 将军 你别误会 我其实是觉得 当初没让你进MH 太过分了 所以 你看咱们俩 这么多年的交情是吧 我希望你有一个 良好的居住环境 来弥补你的这个 失业之苦嘛 我 我没有其他的想法 弥补 你抬高我的房价 让我无处可去 千方百计让我住进 你安排好的房子 你跟我说弥补 你倒不如说你习惯了 对别人的生活 指手画脚 无聊耍我玩 你看着我一个人搬进搬出 觉得很好笑是吗 你是这么想的吗 我那套房子难道不比你之前住的好上一百倍吗 骗子 我 我 我不要住骗子房子 我今天晚上就搬走 你这搬这么多东西过来 你是要常住吗你 干吗 你不输了我 你放心吧 我已经让周界找房子了 找房子 你以为现在房子这么好找呢 上次我看袁帅跟小川聊得挺开心的呀 我还以为他都改邪归正了 没想到他又欺负你 你这都是一家人怎么差别这么大呢 他不会欺负我们家小川吧 俊俊 我觉得你可以帮我约一下元帅 你要替我断听啊 不 我最近小时候不是开始连载了吗 他们评论里面都说 我这反派写得太连扑话了 我觉得我可以约一下元帅 采访一下他 让他好好跟我讲一下 欺负你们的故事 天哪 十几年不遗余力地 就欺负你一个人 这么执着的反派 竟然被我遇到了 我觉得 我可以好好把他写进我的小说里 让他万古流风 将军 元帅哥哥 将军 你跳下来 我怕 没关系的 往下跳 我怕 你别害怕 你相信我 我会接住你的 来 下来 元帅哥哥 我跳了 你要接住我啊 来 准备 一 二 三 跳 踩上我吧 摔上了吧 活该 你说过要接住我的 你骗人 我就是想教育你 不要轻易相信男人说的话 太狠了 不过我还是觉得合理 哪儿不合理啊 骗我租房子不合理 还是骗我说会接住我不合理啊 我觉得都不合理 我觉得吧 元帅可能就是觉得 仪式发小 反正你都已经进公司了 那 至少说让你住得好一点 停止你那不切实际的怜悲之心啊 这种腹黑心机男是不会有反差萌的 而且这天底下哪有白痴的五彩 还真是 又是甜蜜 又是伤啊 是 不玩了 怎么了 这一体无解 不是 你说 他为什么就 觉得我是在玩他呢 不是 你到底对人做什么了 他 知道我是他房东吗 这就是你大晚上跑这儿来喝酒的理由啊 我说你长没长心哪 你是不是觉得你千方百计地把他圈在身边 他就能反应过来你喜欢他呀 不 你不应该是这样的吗 天真 不就 对于别的女孩来说呀 可能会觉得是这样的 但是对于您那位来说 不会 就你 原来是怎么欺负他的 我听了都悲伤你刘承海了 除非他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否则啊 他绝对不会认为一个自己人生中的超级大反派 会喜欢自己的 那你说 他会喜欢我吗 你觉得这蓝精灵会喜欢格格物吗 我现在就回家收拾行李 你 给我感谢到明天最早的那边方班 我现在就走 我要出城 老大 老大